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想請教您 他說我們兩個人開了一個餐館 兩個人簽的約 其中有一個人早早的過世了 然後第二個人不想開餐館 那這個算不算違約 要不要有什麼罰款呢 任何的合約在結束之前都屬於違約 那麼當然所有的這種情況特別是合約 屬不屬於違約 完全要看合約的內容 如果說合約的內容有這方面的exception 所以這個還是要專家來幫他審閱這個合約 然後看他如果說現在解除合約 那麼房東可不可以接受 或者說是不是屬於違約 那麼通常很多這種情況 他可以先去跟房東談一下 很多這種情況下不需要 一定是嚴格的這個合約的關係 而就直接去找律師或者怎麼樣 完全有的時候是雙方可以協商的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一方去世了 然後另外一方承擔不了 那麼這種情況下怎麼處理呢 一個是合約 一個是雙方來協商解決 因為這種情況還是經常有的 包括你的就是簡單的住房 如果給租客 租客突然去世了 那你這個合約到底由誰來承擔呢 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承擔 當然就是說如果說他兩個人的合約 兩個人簽字的合約 兩個人是共同承擔的 所以那兩個人都有責任 也就是說生存者是有責任的 那麼這種情況下當然是屬於一種性質性的變化 所以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通過律師去跟房東協商 或者說讓律師來看看他的合約 有沒有提到這方面的情況的exception 好的 謝謝我們好奇聯合律師事務所的好奇律師 謝謝你 不可以 謝謝 大家這麼愉快